OK 今天我们就来看一下这辆车 这个是比亚迪的Han EV 然后等下也会去试驾这款车 据说这款车的定位跟这个 BMW 5 Series 还有 E-Class 是同级的 然后加上它前脸这个 Dragon Face 的设计看起来很帅 我们来看一下这款车的特点在那里吧 首先呢Han是有两个版本的 这个是Han EV 也就是纯电动的版本 然后这个是Han TMP 也就是这个双模混动的版本 这个是有汽油机的 这个是纯电动的 你可以看到在外观设计的部分 其实这个混动的版本会比较运动化一点 然后它的设计也有一点点的不同 然后在这个车头整个皇朝系列呢 它是有这个名字在的 这款车叫Han 然后这个 Rim 的设计也很大哦 整个车看起来气场又非常的足够 当然他们原厂有表示这辆车 其实主要瞄准的市场就是那种行震方针 所以它必须要有那种气派在 其实我有坐在里面 我有开了一下这辆车 我真的很喜欢 然后再看一下它的尾部设计 其实尾部设计 这个 TMP 版本 跟这个纯电动的版本也是有不一样 你可以看到这个纯电动版本 它的尾灯设计是比较方针 比较锐利一点的 至于这个 TMP 版本呢 它就是比较流线 比较有一点流线的风格 比较圆润啊 我这样讲比较圆润 甚至来讲哦 你看他们的这个尾部设计 很明显的可以看出这个 TMP 是偏运动化 这个真的是偏成熟稳重 所以你们可以留言给我 照你们比较喜欢哪一款车型 OK 接下来呢 我们就去看一下它的内装设计 OK啦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这个 它和纯电动版本的内装设计 质感的方面哦 其实一直以来中国车的内装质感 你是不需要去太担心的 那这边那种皮革 全部摸上去完全就很APTAS的感觉 如果它讲它的对手真的是 5 Series 跟这一个 E-Class 我是觉得不夸张啦 确实这个质感方面有做到啦 然后我觉得它这个冷气出风口的设计 有点别出心裁啦 只是好不好看见仁见智啦 但是就真的很独特 然后这个数位化仪表的话 我就觉得数位化仪表的Design 可能会有一点点的普通 但是它的清晰度跟亮度是不错的 然后在中国版本王朝系列 它们不会用Biatti Logo 它们都是 例如讲这样是汉它就写汉 如果它是糖它就写糖 它是圆它就写圆 在马来西亚圆Plus就变成了Ato 3 所以它就没有写那个圆啦 然后这个方向盘的设计 嗯 也是我觉得也中规中矩而已啦 我比较Impress的是这一个中间的触屏主机 这中间触屏主机是真的很大 然后它们因为中国市场特别的关系 它们会有一些这一个中国用的软件 例如讲它们有高德地图 例如讲它们有酷的音乐 在马来西亚的话 或者是国际版的话 当然是Spotify啦 YouTube Music啦 或者是Android Talk Apple CarPlay这样子的功能 它们很知道在国际市场呢 是需要这样子的东西 所以它们会给到国外市场需要的功能 然后这个萤幕当然啦 免不了BRD的萤幕就是可以转 而且转了之后它会稍微顶到这个冷气出风口啦 这一点很优 我觉得很友善啦 因为现在这个Type-C的USB 其实还不是那么多人有 其实我也不懂为什么 然后这个小小个的电子排档杆 嗯 然后这边还有很多快捷键 然后车道维持系统啊 然后虚拟系统开关 然后等等等等的功能都在这边 整个设计其实还蛮简洁的 重点是质感很好 而且还配备了这个音响 这个音响效果怎样我不敢说 但是据说还不错 然后这一个就是它的这个整体的座椅设计 包括了头枕上面都会有写着汗的字样 所以其实这个车你觉得它的质感表现方面 可以跟5系列还有E-ClassP有没有吗 可以在影片的下面留言给我知道哦 OK 我们先来看它的后座空间表现 这个后座空间因为长轴距的关系 你看我的脚步空间大到夸张 然后它的后面这边也有一个 独立的冷气出风口 所以这辆车基本上就是坐在后面就很舒服啊 然后座椅的柔软度 坐椅的支撑性都很好 而且这边还有一个中国车传统拥有的老板件设计 也就是讲你坐在后面的话 你可以通过这个老板件的设计 把这个前座副座椅的椅子推去前面 给你有个更好的乘坐空间表现 来大家来评价一下这个后座的空间表现 你从镜头看到你觉得怎么样 其实老实话这辆车我觉得如果做长途的话 应该会很舒服啦 只是有一点点小缺点就是 这个椅垫的支撑好像不是很足够啦 我必须要坐比较直一点它才可以支撑到我的大腿 可是我坐直一点我就会敲到头啊 我的身高是181 这个后座空间表现大家觉得怎样呢 现在我们是开这个比亚迪和这个点配 我们来试一下它的这个直线加速能力有多强 OK 3 2 1 煞车超快 超快 一下子就一把 而且能走了吗 那OK 教练们 教练们 如果说有哪一台车不会说华语的 太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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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难控制了 OK 我们现在来多一圈 再来一圈 再来一圈 所以我们基本上就是主要是做两个测试 一个是直线加速 然后紧急刹车 还有一个就是绕追 就是来体验这个车的加速跟它的操控表现 这开起来还蛮爽的 它的这个加速应该是因为它这个前面电机介入 所以它的起步很快 是 然后接下来在这一个绕追的时候 收油门踩油门 收油门踩油门 收油门踩油门的那种感觉 就你可以感受到那个马力是马上 随船随到 对对对 喔这台车开起来真的太爽了 想象一下我们驾这辆车去跑运顶的话 会是怎样的感觉 对不对 OK 我们现在再来一次直线加速跟绕追 因为改绕追不小心有撞到追 所以这一次 这一次是要稍微 control 一下 OK GO 加速 我这个GFORX好强啊 OK它跑得快就算了然后它的刹车也很强 OK现在我们再去绕追 要一雪前池 慢点慢点慢点 OK 一直在打轮耶 这个动力太强了 方向盘的指向性很快很迅速 OK 好爽喔 每一次采用的就可以感觉到轮轮在空转 马力太强了 它是马力大 太爽了这身 如果它们也有比较 转转!转转! 哦!能够了吗? 它有转转! 哦!这家里有很多 有很多转转! 我的天啊! 如果它们在转转转,它们必须加上转转转 因为它们有转转 OK啦 以上就是我们对比亚迪和EV的简短新车介绍跟试驾 因为时间真的是有限啦 我们还有很多的朋友要试 所以基本上我们可以体验到的就是这样多 你觉得这款车会不会来马来西亚市场呢 可以在影片的下面留言给我们知道哦 好啦 我们下一次的节目再见 拜拜 by bwd6